接下来关注台积电首期营收5086亿 没有达到新台币计价 猜测低标 因为跌破大家的眼睛 华尔街分析师说 这不仅是台积电的一个危险讯号 也带给整个半导体业麻烦 更多讯息交给主播新话 好的 林谦好 观众朋友来看到台积电 这一季的营收数字出炉了 三月份是1454.08亿 年减了15.4% 探尽17个月的新低 而今年第一季总计是5086亿 这个水位将近四年来首届 而且没有达到营收新台币计价的低标 而这位达标就被法人还有外资认为 有弦外之音了 原因就是因为会不会是美元暴力升息 所以台币贬值的汇率干扰导致 还是现在市场的需求在下降 库存正在进行调整呢 而且这样的财报结果 是不是冲击比预期还要来得更加剧烈 法人就算了一笔账 如果先前假设台币对美元的汇率是30.7元 那么原本台积电的预期营收会落在5126亿到5372亿左右 但是今年第一季我们的汇率呢 其实台币对美元是落在30.3到30.5之间 所以呢这实际汇率的汇查反推 其实还是有机会可以达标的 所以现在呢实际的数字却没有达到上面应该有的水位 让大家担心半导体的不景气是不是已经出现端倪 而黄尔街的分析师就说 这意味着整个半导体现在受到不景气还有通膨的损失 还有需求不振 那么晶片的生产周期触底恐怕会比预期来得更久 而消息一出今天台积电收盘是跌了5块钱 收在524元左右 零钱 再来看特斯拉新厂落脚在上海 以及呢美国提议史上最贵的这个最费汽车车的排费标准 双利多加持之下呢台系电动车的概念股也沉沉欲动 再交给新话 确实哦 接下来呢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即将有大陆行 这可是疫情以来睽違三年 所以大家都很关注在大陆市场特斯拉的动态了 而传出这次呢 他的大陆行会到上海的储能超级工厂做市场 预计第三季开工 明年第二季投产 一年可以生产一万个超大型的储能电池 所以大家就在联想了 会不会推出平价版的特斯拉车辆 让外界非常的期待 而电动车产业另外一个利多消息 就是美国政府可能即将推出 有史以来最严格汽车的排费规则 而这个规则可能会用来监管 2027到2032年生产的车型了 所以环保的限制更高了 会不会推升这些汽车的成本 或者说让消费者更会去选择电车呢 所以才会出现今天有电动车的利多 像是台版还有金星富鼎 还有星普顺德呢 都被视为是台系的电动车概念鼓动起来了 而其中华城近来也传出捷报 拿下了麦拉伦的充电桩大单 而充电桩的大单呢 拿下之后预估目前华城在这个领域的市占率 可以来到全台15%已经是龙头了 而且华城也宣布有新的技术 插枪集冲的服务 渴望可以迅速的落地实施 林谦 而央行外汇局局长呢 昨天分析说 美国联准会的升息循环呢 步入了末端 美元不会再像过去如此的强势 而至于下半年 国内股市的这个股汇走势会怎么看呢 再交给新话 确实哦 全球的股汇市场都在看联准会的动态 以及脸色 美国还会不会暴力升息呢 传出先前联准会5月份 预期要在升一马维持到年底 所以终端的升息利率 可能会落在5%到5.2%之间 而下半年到底会不会再升息 联准会的说法是说 明年才 是否会降息 联准会说明年才有可能 而市场却认为可以赌一把 下半年有机会调降 而如果这样的预测之下呢 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 如果呢 美国矽谷银行的这个连锁风暴 是否会冲击到美国的景气 是一大观测点 另外还有美国的企业财报获利 是否可以反弹呢 所以联准会升息与否 还要看这些经济表现 那我国的外汇局长就表示了 联准会升息已经进入了末端 美元不会像过去这样 如此强势了 但是美元升息的结果 带来的是我们的外汇存底的增加 可以看到三月份的外汇存底 来到了5602亿美元的这样的水准 主要就是因为矽谷银行破产 美元走弱 非美货币升值 所以我国的存底 目前已经是世界第四的 想扫描QR Code 可以获得更多的新闻讯息 让你及时讯息 不漏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